以國際全球來看臺灣 他們對於臺灣這個國家領袖 蔡英文總統已經另眼看待 尤其是在美國也宣布了 從舊金山跟華盛頓進入緊急狀況 安倍還打算修法要進入緊急狀態 難可能更不用講的 齊擦搗佩 大家看臺灣真的是 至少我們是控制住 當蔡英文總統在這個疫情當中 受到矚目的同時 難道中國想要拉臺灣下水嗎 好像有一股力量 是非常有戰略性製造假新聞 製造社會動盪 還說蔡英文也被隔離了 什麼肚子也胎兒也不准 鎖定臺灣官署 這什麼樣的狀況 李正浩 沒錯小軍姐 大概去觀察中國 大概這十天的氛圍 就只有兩個字叫做維穩 因為這個武漢病毒 其實已經在讓習近平的政權 開始發生動搖 輿論的維穩 對於我們來說 他們最明顯都是叫做抹黑臺灣 為什麼要抹黑臺灣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在一個中國的概念 之下 憑什麼臺灣的病例數特別少 憑什麼臺灣的人被病人 被特別好的照顧 憑什麼中國武漢 蘇州上海 每次有幾百幾百人在增加 臺灣兩三個兩三個被控制住 他們面子上掛不住 第二個是 如果在專制體制 跟民主體制的對比之下 如果民主體制的疫情的透明 防疫的公開 可以讓整個疫情被控制住後 對外的民怨已經產生了嘛 李文亮醫生就是他們民怨的那個那個源頭 他們發現在專制的體制下 在獨裁體制下 會導致疫情的爆發 會導致言論的失控 所以說他們目前很羨慕臺灣 也會對習近平產生不滿 所以說他們一切的核心怎麼樣 也要塑造臺灣疫情很嚴重的形象 讓對外的民怨不要那麼高 因為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原本說共產黨好斑斑的時候 這時候發現原來在民主的體制之下 蔡英文民進黨在所謂的公開透明情況下 才能真的面對病毒的時候 對外的民怨產生 所以他們他們要抹黑臺灣 好來了他們抹黑動作很多 有好幾個層次 比如說第一個層次 我認為這是最low的層次 比如他們假冒三立新聞臺的臉書 漏洞百出 所有的文字都是什麼 都是簡體字 根本不是我們習慣用語 假冒說蔡英文怎麼樣 蔡英文得了武漢肺炎 連肚子裡的胎兒都不見得保得住 一次抹黑兩件事 連蔡英文結婚 蔡英文有小孩這件事也一起抹黑 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笑一笑就好 可是我觀察到 他們抹黑的精密度跟層級越來越高 他們現在已經進行到 開始模仿臺灣的公文格式 比如說這個是桃園市政府的公文 桃園市的公文 他們做的有模有樣 還有觀印等等 可是內容是在說什麼 說桃園市因為疫情爆發 已經在封城了 又或者是說 他們模仿這個什麼 國家安全局的密報 密報那種看起來也煞有其事 可是他內容寫的是什麼 寫說李登輝前總統感染了武漢肺炎 目前命在旦系 他網路這樣的工具 當成霸凌 還有呢 欺壓臺灣的一個武器一樣 可是相對在網路方面我們變成另外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不是嗎 沒有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同樣有那麼多的科技能量 對 你要用在哪裡嗎 大陸拿來抹黑臺灣嗎 拿來幫自己擦肢抹粉 可是我們拿來幹嘛 我們拿來幫臺灣設立口罩地圖啊 我們拿來臺灣讓健保的雲端 可以讓大家都領得到口罩啊 我們拿臺灣讓臺灣健保卡甚至一插進去 連所有旅遊史都看得到啊 就整史全部看得到啊 我的意思是 同樣你有那麼多的科技能量 臺灣用在抗議 可是對岸用在擦肢抹粉 好來了 這個時候日本有多羨慕 臺灣有一個唐鳳 有這樣的IT大臣 日本的IT大臣七十八歲 我不是說年紀大不好 我的意思是他當上IT大臣的 那一天才向記者承認說 我這輩子沒有用過USB 我二十五歲之後沒有用過電腦 為什麼我都指使我的秘書 跟我的僱員幫我用電腦 所以他們就說我也好希望 拿這個IT大臣跟唐鳳來對調 所以整體來說 我認為真的對中國來說真的很可悲 同樣是open data 同樣是科技力 對於唐鳳來說他說什麼 我要把這個open data 很多國家很羨慕 我們臺灣有口罩地圖對不對 他們跟臺灣說希望我們授權給他 他們說不用 我這個data都是open的 你自己來下載就可以 只要對你們國家防疫有幫助 對於你們的整個整體 世界防疫有幫助 我們臺灣無償給你們 我認為現在臺灣真的要有點驕傲 而且要感到幸福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的 都文字幕臺 我們隨時